请 坐 来 这次我叫你们过来 主要是想讨论一下 我们建筑导阳部 未来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是天川轻便铁路这个项目 不过也只是站台设计 站台的投入不会太大 也不会主张过于花生 所以我们很难 在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自打会馆项目结束以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建筑了 接的都是一些 零零散散的小活 什么民宅修修补补 装潢设计之类的 再这么下去 肯定是不行的 杜经理 之前啊 我们都是跟着 长领的项目在走 但是要想在上海滩 打响名头 我们还是要承接一些 单独的建筑设计项目来做 是啊 我们也该成这些 租界里的项目 只有这样 才能迅速地打开局面 现在 霞飞路的护海公寓 正在招标呢 你也知道这个项目 今天我正好跟你们聊聊 来 你们怎么看 这个项目 占地面积六千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 也有一万多平方米 但是 建造公寓的地皮 刚好在石子路口 这样的布局 就比较难以设计了 进 杜经理 小王说你有事找我 杜经理 那我们先出去了 好 窝棚联合会会长 我看你最近事务挺繁忙 你有事直说吧 没什么 就是想提醒提醒你 该收收心 物物正业了 这个项目 你怎么看 在石子路口上 在石子路口上 上次你做的 会馆的那个项目 你那个菱形镶嵌的设计 倒是坚固到了 地形与美感 不过 我还是不怎么喜欢 方圣啊如意这些概念 太无虚了 我还以为 上次会馆项目的失败 能让你自己意识到 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是错误的 你之前换了我的设计梗 中标了的确没错 不过也只能说明 你成功地取了 那帮老人家 也并不能代表 我的设计就是失败的 总之我就是认为 中国的建筑 就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 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就是完全可以舍弃的 你身为一个中国人 傅小姐 你不觉得你现在这种想法 是一种非常狭隘的 民族主义情绪吗 我告诉你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差距 而不是差异 要不是你现在说着一嘴中国话 我还真以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洋人 你这样一味贬低自己国家的文化 你不觉得你太自见自清了吗 任何一种文化 都是建立在多种文化不断交流的基础上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 用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 才是最正确的方向吧 你一味地贬低我们国家的文化 去效仿西方的文化 等有一天中国文化 失去自身特色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告诉自己的后辈 中国是唯一一个 没有断代的文明古国 好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争论这个 完全像在争论 是西餐好事还是中餐好吃一样 这根本就是一个鸡生蛋 还是蛋生鸡一样无聊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 如今中国人 有选择吃西餐 还是吃中餐的自由 这正是生逢其食 这个 才是真正值得快要的地方 终于说了一句 我能听得进去的话 这招签捅逸义书 为什么一张都没签 老爷 既没有补偿款 又没有安排住所 他们肯定不会签的 田氏丘那边的人 软硬兼尸 才拿到了几张鸡书 那好歹人家也是拿到了几张啊 秦南 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 我要的就是比赢新风 是 老爷 就算我们赢了新风 拿到了主控权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 拆迁窝棚户的问题 这拆迁不完成 天川轻便铁路 也就无法开工啊 我本来想的是 等赢了新风 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我们可以再请工部局出面 去协调这个问题吗 可是我想到最后 工部局 还是会把难题甩给我们的 那照你这么说 我们就坐以待毙了 老爷 我有个办法 你的意思是 让窝棚去那些精壮的男子 让他们去修铁路做体力活 只给伙食不给工资 在修建的这一年里呢 在永胜负责的路段里面 辟出来一处 让所有的窝棚户去住 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 你觉得如何啊会长大人 我觉得 你这个办法治标不治本 不是长久之计 这个呀你就不懂 穷人的心态了 这些穷人呢 每天想的都是今天 今天呢不要饿死 还有冻死 有地方住 他们是不会想明天的 他们不想 所以我要替他们想啊 你这个方法不行 而且啊 就算你告诉他们 他们也不会答应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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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看到了吧 他们 您拨好今天 当然值得庆祝了 他们为什么不想想 一年以后呢 就算今天不用搬走 一年以后 他们还是要搬走的 一年以后的事情 一年以后再说吧 齐南哥 你喝水 哦 谢谢彩兵妹妹 谢谢啊 她是你妹妹吗 你去叫人家妹妹 不是 就 就 就一个称呼而已啊 什么一个称呼啊 一个称呼你叫人家妹妹 叫 叫什么不好 非得叫这个 喂 喂 哎 傅小姐 你找我 哦 找你 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跟你说 你以后是不是可以 适当地跟 齐南保持距离 傅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跟齐南哥他 他不是你哥 你不用叫得那么亲密 傅小姐 你之前帮了我 我一直都很感激你 但是你凭什么 管我跟谁做朋友 怎么称呼朋友啊 再说了 你是齐南哥什么人 要 这么要求我 我 我不是他什么人 但他是我的人 你 你 原本这个项目 就是给了我们新风的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你说永胜 横插一脚也就算了 他现在还要夺夺助控权 你这 你这有点太不公平了吧 天老板 你大概是忘了 在吴委员面前说的话了 竞标这件事 玩不起就别来 既然来了 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承让了 你这就算了 应该做哎呀 你这个做的 你做的 你都不愿意 打我一个 我一定要做这些 你拿走啊 你算了 有什么意思 你这样做的 你算了 你算了 也是够气派的 真是不错 您好 您是哪位啊 我是永圣营造的福建城 特来拜访吴伟员 您先请进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傅老板大驾光临的 稀客 稀客 吴伟员 不请自来 打扰打扰啊 哪里哪里 请 猫猫一下歌不停 唯唯风吹 歌不停 唯唯风吹 歌不停 唯风昔雨 天天都是猫猫云 就没点新鲜的 歌词这么露骨 都不晓得唱的是些什么东西 太太 你不觉得这个旋律 朗朗伤口吗 你看你 你都会唱了 这个歌星唱得又尖又利的 还没你唱得好听呢 太太 那我们以后就不用留声机了 我天天唱给你听 好不好 就是说说的 你还当真呢 哦 对了 太太 这首歌 我只能在家里给你尝尝 在外面可就不行了 这歌词 确实有些弱骨 谁想听呢 谁啊 杜部长还真是人脉广啊 之前那个卢大帅出了问题 我还真担心 这下要坏事了 没想到这孙大帅一来 您这是时来运转啊 我看是要平步青云哪 好 那个李副官呢 是孙大帅眼前的红人 他跟我的交情匪浅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违关系 这就需要花钱 你想让人家给你面子 就得多花银子 对吧 我明白 明白就好啊 南哥 别看了 他们都是小姐公子的命 我们不是 韩君 我觉得今天这首曲子还挺不错的 我知道你原来也练过舞蹈 那今天可不请你跳上一曲啊 练过谈不上 就不跳了吧 韩君啊 就陪少前跳一曲吧 爸 请 请 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好 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 好 妈 妈妈妈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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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这哪儿是在跳舞啊 这分明就是在调情嘛 你看他多少钱眼睛都值了 这就太好了 赶紧让他嫁出去 这哪儿好了呀 他俩要是在一起的话 那我在永上岂不是更美为止 这你就不懂了吧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赶紧把这盆水给泼出去 等他信了杜不信傅了之后 哪怕杜傅两家牵扯再深 你爸也不会把家产给杜家 再说了 按照现在度假的家事 他嫁过去之后 一定是要给人家生儿育女的 哪来的时间四处蹦荡 打永上的主意啊 你别说啊 我越看这俩孩子 越安排 年轻人吧 还是应该在事业上 多打拼几年 我们应该让他们 在上海滩的建筑界 站稳脚跟吧 婚姻的事嘛 就随缘吧 就随缘吧 随缘 可真是的 我 老爷 饭都好了 吃饭了 好 各不长 特意帮你拿来的 吃一颗嘛 好吃吗 一个大男人那么爱吃汤 请 此生难忘的甜 糖不都是甜的吗 这糖又不是一般的糖 这是糖自栗子 也许啊 我是喜欢栗子的甜 你不是在跳舞吗 出来瞎换什么 出来透透气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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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以绕过二包 直接做大包怎么样 我也不想做大包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做看工先生的学徒 然后之后学做生意 再做看工先生的助手 等到我技术成熟之后 我想自己做看工先生 学徒 那可是苦差事 不但要没日没夜地干活 还没有月薪 只有几个少得可怜的月归钱 我知道 老爷 可是我不想当一个盘剥 工人生存的包工头了 你想啊 这个吊庄每吨钢材 从厂里到业主手里 是十四元八角 到大包手里 是五元八角 大包转小包三元 这工人每天两吨起吊 最后到他们手里只剩四角量 这中间确实有金额的差异 但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盘剥 每个工种 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没有包工头 拉不起成熟的队伍 工程怎么开展呢 来 坐 坐 你呢 是个有想法的人 看来 我也未必能说服得了你 看来 我也未必能说服得了你 那不如换过来 你来说服说服我 为什么一定要做看工先生呢 老爷 唯有看工先生这个职位 才可以让我对土木工程 有全面的了解 了解之后呢 了解之后我想做一个 既懂得建筑设计 又懂得营造方法 的真正营造室 远心不小嘛 老爷 你看啊 这一直以来土木工程 都被当成是 泥水木匠所干的粗活 既没有科技含量 也没有艺术涵养 所以我们的传统建筑 才会果足不浅 被那些洋人建筑师给占领 不过那些洋人建筑师呢 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长处 他们所擅长的 不是单一方面的 而是更全面性地培养 所以我在想 如果我想有 这样的掌控力的话 包工头这个职位 是带给不了我的 我想要一步一步 接近我的梦想 我有做看工先生这个职位 想不到你有如此的胸怀 我真后悔 当初应该坚持 让你把书读下去 齐南 你勤奋 刻苦 人也聪明 在宫地做小包 确实埋没了你 好 我支持你的决定 不管你成功与否 你有这个志向 已经非常难得了 谢谢老爷 这个主意不错呀 老爷 你放心啊 这件事情 我跟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就算我没办成 我也不会给新丰惹麻烦 盼得漂漂亮亮的 我看你输得倒是挺漂亮 之前我硬来了嘛 我也没想到 永生那边 还能用上攻心计 这次不一样了 我动脑子开窍了 好 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记住啊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谢谢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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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都收拾一下吧 今天中午 我请大家吃午餐 好 我要吃小油上壶 油爆和虾 你这也太低端了吧 堂堂堂杜金理 请咱们吃饭 就冲着杜金理这个身份 咱们也不能吃这些 上不了台面的小菜 对不对 怎么就上不了台面了 起码也得是油酱毛蟹 锅酥和卖码 对不对 对对对 是你喜欢吃吗 对不对 韩君 你想吃什么 你们去吧 一会秦南会给我送呢 兄弟辛苦了 是 大哥 文贵 给我注意一下 好 这就要跟上 好 我把他脚 不是 大哥 你干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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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回事 这是工商啊 永生不能 我说你们这些滚地龙 这明明是他们自己 把你施的砸自己的脚 永生好像收到你们 关我们什么事啊 就是 就算要管 也是管我们这些正式工人 凭什么管你这些滚地龙啊 你们是人 我们就不吃人了 老子不干了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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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点 走 我去叫人 你们想干什么 可以啊 知道抓你来做什么的 知道 知道 蛋糕哥都跟我说了 说完啊 看你这个样子做得了吧 做是做得了 就是啊 怕那个力度掌握不好 万一真出事了 大静哥 能不能 这不要掌握什么力度嘛 砸了 这 这怎么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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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送他去医院了吧 能哥 你疯了吧你 这是你好不容易攒下的钱 而且这 一般银造厂都会在承包合同里面 开除死人保险奖 要求业主做出赔偿 我们永胜也不例外 不过都是针对一般 从外面请来的专业工人 实话告诉你们好了 你们这些 来打散工做苦力的 永胜是管不了 不过 你们既然是我 沈其南张罗来的人 我沈其南就会负责到底 这些钱 是我攒了很久的 我送阿强进医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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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后怎么办啊 这样做啊 是啊 来 来 来 怎么了 小尿尿 怎么不叫醒我呢 南哥 我这一会儿喝水一会儿尿尿的 老是把你吵醒 我说了吗 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来 小心点 南哥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我 对了 响了要再叫我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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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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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锁就对了 对对对 好 好了各位 好 大家都收拾一下吧 今天中午 我继续请大家吃午餐 好 好 太好了 好啊 好啊 来 收拾一下 好 走吧 走吧 等一下 好嘞 好嘞 别乱了啊 来 走走走 来 说吧 想吃什么 我喜欢吃吴妈做的 这天天吃也会腻的吧 要不换个口味 没事 一会儿秦南就给我送来了 送来你也可以不吃 我 冯寒军 这可是部门聚餐 这回你必须得去 小姐 吃饭了 来 他干吗 他要带大家去吃饭 吃个饭怎么搞得 像试试大货一样 别理他 我们吃饭吧 这牛排太好吃了 这块牛排啊 相当于你们半个月的工资呢 我还没经过这么贵的餐厅呢 是 还有这么多的菜呢 谢谢杜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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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了 我还有事 你们先吃吧 我走 他是怎么了呀 没事 吃吃吃 我们吃 这个不好吃 哪里不好吃啊 我试试看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那你都吃了吧 你先吃 吃完我包圆 嗯 吃啊 快吃 尝尝这个 他一个人回来的 这么快吃完了 别理他 吃你的 你都能走了呀 你的利路掌握得不错呀 你都能走了呀 我还你 干嘛 好 要不是我家媳妇生病 他缺钱 好 我也不会答应 干这么缺德的事情 那现在你 你媳妇病好了 没有 那你还这么霸气 哪个人账你 我不能这么坑他 他把我当人看 我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 做人是要讲良心的 来 回来 大俊哥 这怎么办 咱还继续弄吗 弄呀弄呀 这问题是怎么弄呀 这个沈其男 不好对付呀 手腕 人情 样样不缺 还是我从前认识的沈其男偶 脑子灵 重情义 要不是我们各位其主 还是可以做兄弟的 可惜我 现在只能当敌人 这个标题应该是 建筑设计总说明 你看你写成什么了 还看 自己写错了自己不知道 对不起 杜经理 我以为我写的字 就是你让我写的字 如果我错了我改正 是建筑设计总说明 总说明你少写的一个总字 你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找茬 这做设计就是这样 绝对不能划错一条线 写错任何一个数字 你不养成这种严谨的习惯 将来会是大亏的 你这要检查检查再检查 尤其是对待设计 就算是手手 也要避免任何经验主义 那个是护海公寓的设计图吗 我能看看吗 我能看看吗 实在是太美妙了 这么夸我 我倒是有点不适应 这个微型的平面建筑 真的是非常地精妙绝伦 从这里 沿着马路横线 利用地形走势因地制宜 整个建筑由三个单元组成 展开面很大 你还大胆地把每一层的窗间墙 都这样连了起来 形成了一条一条的舒展的曲线 你还在每一个单元的入口 还有过街楼处 设计了这样向上冲的曲线 使得原本扁平的建筑 有了不断向上走的气势 这样看起来 就像是展翅飞翔的白鸽 你连白鸽都看出来了 对 这就是我一直推崇的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 没有装饰图案 却胜过有装饰图案的神似 这才是真正的装饰艺术派 明明是简洁明快的欧美风格 既然被你呈现出 这样因地制宜的美感 你是怎么想到白鸽这一点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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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干什么 没什么 等我 南哥 南哥 小房 小姐呢 杜金丁找他谈工作呢 好像在发脾气 你问我这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灵感 当然是来自我原来的学习嘛 所以说 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习方式 就是和国内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了 我们老师啊 可是法国著名的建筑师 保尔克瑞 他教学的特色 除了让几个学生意子 在他指导下进行设计之外 还会让不同年级的学生 在同一间教室进行设计呢 这不同年级的学生 进度能一样吗 那不正好吗 正因为知识层面不一样 才能够相互交流 相互启发呀 所以你看你 从来都是读来读往的 每次同事们聚餐 你都不参加 可你知不知道 其实聚餐 是进行业务交流最好 最有效的时刻 在吃饭的时候 互相学习业务交流 你啊 还真是被西方文化 启示得不轻 孔子云 食不言寝不语 吃饭的时候少说话 不然容易噎着 想笑什么呀 我回来了 韩俊啊 你别走 爸爸跟你说点事 来 坐 你跟杜少前 也共事过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凭心而论呢 我觉得这个人 坐在设计经理的位子上 是合格且合适的 虽然我们俩 在建筑设计的理念上 一定是有分歧的 但我觉得他这个人 还是有才华的 除了工作上 你觉得他好相处吗 我觉得他有点自大狂妄 就是自我主义 然后听不进去 别人的意见 还喜欢端架子 但是吧 但是什么 他人倒是不坏 可以相处 问这个吗 杜婉英呢 已经好几次提出 要跟咱们家联姻